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一辈都说剃了才好 剃了长得头发才漂亮 怎么就不能剃了呢 首先呢 孩子以后的头发是粗还是细软 是黑亮还是棕黄 是卷曲还是直溜溜挡 都是来自爸爸妈妈的遗传 剃头可没有这么神奇哦 由于婴儿头皮较薄 剃光头时造成对毛囊的刺激不拘 反而会影响剃头后头发增长速度 给宝宝剃光头 反而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危害 宝宝头皮娇嫩 如果没有头发的保护 在阳光下直晒 会有晒伤 日光性皮炎的风险 没有了头发的保护 头上也免不了会被蚊子叮咬 那蚊子包痒痒的 一旦被抓破 就很容易感染 大家觉得剪了头发会更凉快 但是我们的头发其实是有散热调节温度的作用的 就像是天然的遮阳散 可以阻挡猛烈的阳光 使皮肤免受紫外线的刺激 如果给宝宝剃了光头 又没有做好防晒 很容易因为阳光的直接辐射 导致脑部损伤 发生日射病 剃光头其实是个技术活 孩子不配合 皮肤又嫩又薄 很容易破损 如果孩子本身就有湿疹和肺子 那真的很容易引起感染 如果实在是需要给孩子修剪头发 那就给孩子留个0.5到1厘米的头发吧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 一说到宝宝头发长不好 就会把醉归到微量元素和盖身上 那只要日常饮食中保证牛奶 瘦肉 鱼 蛋 虾 豆制品 水果和胡萝卜等各种食物的摄入 就不会缺盖 此外 专门针对头发特别有益的食物 有黑芝麻 核桃 坚果一类等 当然给宝宝吃的坚果必须碾碎 不要刻意去补微量元素 至于盖 就不要啥都赖到盖身上好吗 应该是补维生素D 补维生素D呀 至于 补维生素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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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